平时在线下遇到很多地产经济同行 大家都问我说 平时老看到你的视频 做的真的非常好 然后怎么做的 经常跟我询问 我其实每次见到他们 我都会跟他们去讲 我今天也想做这个视频 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由于地产自媒体这个行业 其实也是非常广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今天就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就跟大家聊那么一个小的话题 其他的我们后面的视频再做 今天我跟大家聊的 其实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大家要决定走地产自媒体 这个行业的话 就一定要做到多平台发展 为什么要做多平台发展 很重要 第一你知道就跟投资一样 你不能把所有的基点 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三年前 微信公众号非常火 你即使有三万五万十万个粉丝 小红书如果你当时 没有多现成的去做 那你现在也基本上属于 那些粉丝就完全打水平了 所以多平台发展是很重要的 像现在小红书 很火 大家都在做 对吧 你的视频号也要做 你的抖音要做 你的bilibili 你的头条 包括你的国外的instagram tiktok 你都需要去做 你只有这样去做 才可以避免你的地产自媒体的生涯 不会走得太短 对吧 如果有一天小红书不火了 对吧 你其他的平台还在持续不断的帮你去做各种的推广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除了风险比较低以外 另外不同平台 它其实吸引的人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小红书 喜欢用小红书的是什么样的人 喜欢用抖音的是什么样的人 对吧 喜欢看视频号是什么样的人 那不同的平台其实是有它不同的受众 你的同一个视频在不同的平台去播放的时候 你就能明显能感知到这个话题 或者是这个平台是不是更有助于你的一个发展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cost efficient 那这个cost就是这个成本 我讲的不光是时间成本 还有制作片子的成本 当然了你拍片的时间 拍片的成本 这些都是成本 就是你要最优化你的成本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能说我弄了一个片子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我只在小红书上发 那你其他平台不发了吗 你发小红书 你做了所有的这些事情 就为了小红书这一个平台 那如果你在多花那么一丢丢时间 在别的平台上去发的话 你的效果可能就直接翻倍了 那像这种又可以最大化你的时间和 金钱投入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整个的小红书的这种多平台发展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后边的话 我也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包括不要把你的小红书做成朋友圈 等等一系列其他的话题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大的话题 就是我今天其实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基本上队员 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 他们不光是承担 成功带客户签单 而且他们做出了自己自媒体的风格 他们也能看到他们的成长 很多客户也是从自媒体上找到他们了 我就非常的欣慰 作为他们的队长 能带领着他们走出一条 不是这种常规的队长和队员之间的这样一条路 我更多的可能像是一个 咱说导师好像有点把我说老了 更多的像是一个大哥哥 大哥哥有点夸张了 更多的像是何老师 就是这种感觉 我非常的欣慰 因为我们注定了走自媒体 地产自媒体 就是走了一条跟以往截然不同的一条道路 大家可能会说了 这个能不能具体讲讲没问题 比如说我跟他们说 你们既然选择做自媒体 那你们该开通的就给我开通他 该认证的就给我认证他 不要说什么 我们本来就是靠自媒体去做 然后你这些东西完全不疏通 对吧 你既然想练功 那认读二脉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肯定是要练 那我呢 其实在做地产A之前 其实有非常很多年的财快的背景 而且我做了很多年的自媒体 可以说我就是一个九阳神功附体的人 所以学什么类型的东西 我觉得都还是蛮快的 今天做地产 我如果有一天做保险呢 我觉得我走的应该也 我上手的应该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浪费的 就像是我队员 他们都有自己非常强的一个 以前的一个经验 那在职场里面我们管叫previous life 就是前生 就是拥有的那些经验和知识 比如说有做贷款的 有这个就是上各种课 这种中医啊 就是有很多这个朋友啊 还有包括有在外省的 就是很多这样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个人经历 其实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个个性的东西吧 那么像最近有些队员 他们就频繁的自媒体上来了客户 让他们带着去看房 甚至还有远程看上一套房子 然后他去跑了很多现场 然后最后客户就直接签了 签了之后就飞过来 又实地看了一下 很满意 然后最后就签单 就是这样这样的 真的是超级多多 我经常跟他们讲 我说完了 你看他们都找你们了 不找我了 是吧 就失宠的感觉 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大家可能会说了 那自媒体也就是 止步于此而已吧 其实真不是 我认为在自媒体这个行业里 尤其是地产自媒体这个行业里 我认为住宅 就是民用的住宅 其实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大家其实都知道商业呀 比如我们最近也帮客户买生意 然后看商业店铺 像这些东西 其实才真正的考验 你自媒体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大家熟悉 比如说非住宅类型 比如商业 你就知道 真正的商业 其实看的才是你的一个内部资源 就是我到底 有什么样的案盘在手上 比如我现在就一大把楼花在手上 可以转 那我认识什么样的开发商 我可以把什么样的地推给他们 就这些其实都是要所谓的案盘 就是你都是把它就是放在手里面 不会去公开去弄 也很能理解嘛 因为比如说我有个火锅店 我想卖那我不可能大张旗鼓说我这店要卖了 影响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商业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靠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卖 那么像我们做自媒体的我们可以不公布啊名字的情况下就直接把这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告诉大家 用自媒体的力量去宣传 那我我知道啊大家可能会说了那个大老板们可能没有时间 我觉得就是Jack Ma这个是吧 马爸爸他也应该花一点时间去刷一些自媒体吧 不然的话难不成天天都只读这个成功学嘛 是吧 所以我认为其实在商业上或者我们跟一些开发商去去帮他们去代理去卖房 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我们的优势才真正的体现出来 所以我认为哈地产自媒体啊应该也只是一个刚刚的起步阶段哈 那希望呢我可以帮助我的队员可以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也欢迎呢这个有这个自媒体方面的觉得大家觉得自己可能也可以在自媒体上深耕一下 然后也非常相信自媒体的这个行业的小伙伴 也欢迎大家随时找我聊天欢迎大家的加入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的点赞收藏很多的话 我会马上再出第二期跟大家聊一聊如何经营自媒体的其他的小的技巧和心得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